大家好,我是心血管徐医生 经常有病人问,冠心病可以治愈吗? 有人说冠心病是可以治愈的是真的吗? 在这里徐医生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冠心病又称为冠状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脏病 胎同高血压,同糖尿病一样 属于慢性疾病是无法治愈的 无论是饮食调整,加强运动,戒烟戒酒或者服用药物 都是无法治愈冠心病的 部分病情严重的冠心病患者 如发生急性心梗的患者 他的血管狭窄程度严重 可能还需要放支架或者做搭桥治疗 这些治疗手段也仅仅是缓解心脚痛的症状 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治愈 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通过某种治疗手段 可以治愈冠心病 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小心上当受骗 不过大家也不要过于担心 因为冠心病虽然说不能治愈 但是它是可以有效控制的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 只要诊断及时,治疗及时 谨遵医嘱,规律服药,定期服查 不要自省的换药停药 并且改变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绝大多数的冠心病患者 都能回到和正常人一样的工作生活状态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关注健康,关注心血管虚医生 咱们下期再会 感谢观看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